Hello 今天做茄汁豬扒 上次有分享如何选猪扒 不要拍到它那么厉害 而且不用切得太薄 这一块都已经是拍了 洗净 印干它 接着我们就磨些姜汁 这个豬扒是要多些姜汁下去腌 才好吃 现在就开始准备腌肉 放些豉油 蚝油 姜汁 胡椒粉 糖 盐 生粉 还有麻油 搅匀之后就逐一块肉放进去 帮它按摩 这样吃下去不单止入味 更好汁 刚才这么大盆汁 按摩完之后 豬扒真的很厉害 吸收了汁 最后放入油 拌匀 这样就可以锁住肉汁 还有肉吃下去就更滑 最少都要腌它两个小时 这个豬扒是要准备多一个汁 给我们拌饭 很好吃的 材料有红萝卜 菠萝 洋葱 蒜蓉 还有很多新鲜番茄 还有要准备一杯菠萝汁 我之前就炒了很多菠萝 就压了很多菠萝汁 番茄一开八就可以了 去不去皮都不要紧 如果想去皮 就麻烦大家看我之前那部影片 我就腌了三个小时 在两个半小时之前拿出来 就让它回到室温 现在就开始煎猪扒了 放一点油 今次的煎法是有点不同 因为我们需要一些肉汁 煎到横边 你看到白白的 就可以反转过来 煎另一边 就这样 就让它快点锁住表面的肉汁 这边就正在煎肉 而另一边就准备一张锡纸 一会儿就用来包些猪扒 好像煎到这样的颜色 就可以拿上来 用一张锡纸包住它 因为它现在很热 在里面就可以自己煮自己了 不用担心肉不熟 是这样才会更加嫩滑的 现在就开始煮酱汁 放一点油 爆香洋葱之后 才放上蒜蓉 接着拌均匀就可以放番茄 拌均匀就可以放红萝卜 再拌均匀就放菠萝汁和菠萝 接着拌均匀就可以盖盖 用最小的火煮20分钟 我们现在回到猪扒 焗了也有10-20分 现在这些猪扒够了嫩滑 剪开来看看肉是完全熟的 这些精华的肉汁 就是我们正需要了 加上这碗精华 放一点糖 少许盐 拌均匀之后 就要试一试味 不够什么味 等它再滚就能拌均匀 这碟饭真的够小正 这么好吃的猪扒和酱汁 加上一只流心太阳蛋 真是够完美 放一点芹菜或葱花上去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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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一点芹菜 放一点芹菜或葱花上去装饰 芹菜或变成的姹菜 pod点芹菜或葱花上去剥一切 为谁也认为